其實主要原因是這個地方為什麼會自動分那麼多藍 主要原因是因為其實你看Excel不準 主要應該是用那個什麼呢 用那個CSV來看會比較準 所以按右鍵用編輯好了 你會發現其實主要原因就是因為 它的資料裡面就是有豆點 在CSV裡面只要是豆點 那意思就是芬蘭的意思 所以怎麼辦呢 剛剛解決的辦法 第一個 很多方法 我想到第一個方法 就是怎麼樣呢 就是先把這個什麼豆點怎麼樣 這兩個豆點 給去掉 第一個步驟 第二個步驟的話呢 就是把什麼呢 因為總共我看了一下 因為它的那個總共的數字 如果精度剛好六個 那我只要在第 什麼第3個第2個字後面 加上一個點不就好了 OK 所以分兩階段 當然你另外也可以什麼 取代成點然後把後面那個點 我覺得好像這樣不OK 所以其實方法很多 反正你就想到一個方法 只要是可以達到我們要的 這樣的一個結果就OK了 所以其實有的時候 蠻多地方都是活的啦 你就是想方法把那個問題解決 那首先第1個 那我要怎麼把那個豆點取代 豆點去掉啦 那去掉我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講一個 有個函數叫做replace 有沒有 那replace的話 其實就可以怎麼樣 你第1個就是把什麼 取代成什麼 那你只要把豆點取代成沒有就好了 那第2個的話再串接 那串接的話就是算字數 前兩個的話就是01嘛 然後後面在中間串一個點 然後再把後面的串在後面就好了 所以呢 這個寫法該怎麼寫 那我們來看 所以應該知道 知道那個做什麼啦 那第2個的話就把它寫出來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接下來的話 我們看一下 剛剛講的 這個這個部分喔 然後第1個的話呢 我再寫出來 不過我再把這個delete掉 重來一遍 剛剛這個地方喔 有沒有這個點喔 把它去 那我先解決哪一個問題呢 先解決的是 那個精度的部分好了 那精度的話理論上應該是在第幾個 應該是在這一個吧 這個是精度嘛 那這個是範圍度 所以呢 精度部分的話它是這個什麼 歷十二裡面的第 應該算第六個啦 然後呢 我先做一個動作 把它把豆點去掉 所以呢 你可以這樣寫 如果要把它去掉的話 那就是 把它自己先放前面 自己也放在後面 自己也放在後面 那意思是說把後面處理完之後再丟回去的意思啦 OK 所以這個等號是 後面處理完之後的東西 幫我再存回去喔 那所以呢 後面的話呢 這個裡面呢我先把 什麼呢 把那個豆點給去掉 那豆點會需要那個repress 取代的意思 OK所以喔 如果將來你要你要針對某個字串 做取代的話那你就是用repress 那repress的話呢你只要給他跟他講第一個參數是 豆點 取代成沒有 這樣就可以了 我應該可以理解吧repress 幫我把那個裡面的豆點 變成沒有 把這件事情做完之後再幫我存回去 所以這個時候呢 他這個裡面的資料就沒有豆點 可是問題來了 他沒有豆點但是少了點 所以呢我們要再把點補回去 所以這第一步應該看得懂吧 沒有很複雜啦 好 那至於說 有關那個像是字串的處理喔 假設你不太清楚的話 我是建議你Google一下吧 Python空域格 字串 這個字串處理 他會幫你列出 所有有關字串相關的函數 那有點像Excel裡面的文字與資料函數啦 反正就是處理文字方面的東西嘛 有沒有 像那個 Excel裡面也有像 取代的功能嘛 不過他好像 如果類似的功能叫substitute 好像他有replace 也是類似的功能 好那再來的話呢 如果要把什麼 再來第一段 所以這個得到的結果應該就是沒有逗點 那第二個的話呢就是什麼 我要取得什麼 取得 所以一樣 再把 最得到的結果 也許我們先看一下 這個這個把它 這個注解掉 然後我們先 把這個裡面的東西print出來看一下 這時候把這個list5裡面的東西print出來 好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結果的話 他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 看起來的話基本上 他理論上都應該是六個字啦 不過 好像有些是五個字 不過基本上 我們的點好像還是加在第三個字應該是沒問題的 因為他小數點有的是四位的 有的是三位的 OK 所以看起來 那怎麼樣把那個小數點加上去 那我們可以 再 加那個小數點 其實加那個小數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我先把什麼 一樣寫這一段 然後把字集 裡面的資料 我要前面兩個字 前面兩個字怎麼敘述 還記得吧前面兩個字是 零冒號 多少 兩個字嘛 所以我要零跟一嘛 所以這邊輸入二就對了 二的話是停止的位置 所以這樣取的話就是零 第一個字跟第二個字 OK然後呢中間串接 串接的話就加加 裡面的話串一個什麼 串個點就可以了 然後呢 再串後面的東西 那串後面的東西的話基本上就是 再串第幾個字 第三個字嘛 第三個字到 理論上應該第三 第三邊話應該是二吧 所以二 然後呢 應該有六個字 所以後面的話呢 理論上就輸入六就對了 OK 六的話實際上就第七了 第七個字提一下 他不要第七個字啦 因為他的 那個字是從零編號開始啦 OK所以喔 這個二的話 指的是第三個字 我要從第三個字取 取到 第六的話就第七個字 第七個字不要 沒有取到 所以第七個字停下來的意思啦 跟range還蠻像的 有沒有 range是停下來的位置 OK那意思是說啦 我們就是把這個前面的20 比如這個22加個點 然後再加後面的這個45.8 所以得到的結果 就是 22.45.8 4508啦 OK喔 所以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加個點喔 所以這個是第二階段 就是在資料中間 第三位加個點 我應該看得懂的意思啦喔 要把它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欸看一下 對看起來 沒問題 那你說呢 老師那如果說像剛剛這邊有三個字怎麼辦 沒關係啦 反正他超過次數喔 他就是取 到那個最後那個數字為止就對了 所以你不用擔心 你可以多 但是不能少 OK喔 大概原則上這樣 那我們就串完了 所以我們基本上這樣兩行 就把它修正完畢了 那所以同樣的方法 那 這個是 精度的部分嘛 那維度怎麼辦 維度一樣嘛 所以維度就把這兩行怎麼樣 複製一下 改一下就好了嘛 其實邏輯都差不多 只是藍數不一樣喔 所以把它Ctrl C 然後貼到底下 然後改什麼改第六嘛 在這邊的話就第六 第六的話呢也要repress 這個六沒有問題 然後他 中間一樣串 可是他串邏輯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在第幾個字呢 他是 121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應該是 012 所以這個地方應該是 在第3個字提下來 也就是說他應該是 要取前三個字 012 3 停下來 中間串一個點 有沒有 然後呢再來什麼 再串後面的資料 所以這個後面的資料的話 那就是一樣從 3 等於是第4個字開始 取幾個字呢 你可以多一點沒關係啦 也許可以給7給8都沒關係 我們來執行給各位看 這個地方我print了一下 print第6個看看 是不是那個緯度部分 看一下 對沒錯 有沒有 121.0251 這個沒錯 OK 所以看起來應該是OK了 好那我們最後的話 其實改了這四行之後的話 就可以把 剛剛的這個 一樣的程式把它打開來 因為我剛剛把它註解 關掉OK 然後再ctrl1 那這個地方的話我就把我修正完的 第5欄 我跟你講第6欄跟第7欄 把它放回去 那存檔之後的話看結果OK 把它print了一下 看起來 應該是沒錯啦 應該這邊的話就是 它的緯度 它的金度 我跟你講應該是前面的金度 東金多少 北緯多少 那格式就OK了 那格式OK之後我再把剛剛的檔案打開看看 紫外線這個 理論上應該就恢復正常 有沒有 金度跟 緯度跟金度 那就OK了 那當然如果將來你要把這個位置找到比如說金門的車站在哪裡的話 你可以ctrl c 尾度跟金度 可以把它直接貼到那個Google地圖上面 中間加豆點就可以了 其實以後啦如果 他這個地方 當然你將來也可以配 記得喔 我看 空格可不可以 空格 空格其實也可以 他也抓得到 他也抓得到 只是說他這個什麼金門好像 他給的坐標好像沒有很精確 居然他側站是在大海上面 而且反而離 中國大陸比較近 所以他這個側站位置應該是 沒有給的很精確 理論上 那個 像 這個東京北尾 他的 小數點有很多時候會到小順的第6位 會比較精確 但他好像給到小順第4位而已 OK 大概是這樣請各位試試看 把剛剛 我講的部分 試著 把它完成 那我有把我剛剛寫的程式喔 有把它貼到雲端 白板上面啊 0601裡面的第18頁 就是這兩行 就這 這兩 我剛剛這有一個錯誤 我修正一下 應該是 對這樣才對OK 好